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取材次真实案例的少女拐卖故事 漂浮 在农村越来越多女性外出打工 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同时单身方也变得越来越多 富贵就是一个老光贵 人尽周年但一直没找到媳妇 家里穷想正常搞对象是不可能的 没办法,为了娶媳妇只能用特殊方法 东拼西凑搞了两万块 连哄带骗买了一个哑巴媳妇叫花花 花花哪里都好,貌美如花身材正 按理说娶到如此漂亮的媳妇也该知足了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花花就是生出孩子 富贵求神拜佛渴望尽快生娃 但一直没什么用 最后他找了一个土郎中 开了土药坊 开始让花花吃药 但也是没什么用 富贵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花花身上 经常对他家暴 时间一长 富贵是越想越憋屈 感觉自己的这两万块是白花了 为了挽回损失 富贵找到同村混混 渣子 两个渣男人都在一起 想出一个坏主意 他们决定逼迫花花接待村民 从而赚钱挽回损失 只要赚够两万就放花花离开 村子周围有一条大河 富贵把一艘渔船改造成了简陋的房间 把花花囚禁了起来 开始接客 只要客人有需要 富贵就会开船 把人送到渔船上 就这样 花花的噩梦开始了 渔船与外界隔绝 花花是想跑都跑不了 富贵找的客人都是附近的村民 由于花花是外乡人 他们根本不怕事情传出去 此刻人性的险恶张显无遗 遭到如此无人性的虐待 花花也曾想过自救 她在船板上刻字 她向周围路过的船只呼唤 但根本没什么用 由于脚上保着铁链 花花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活动 没有人来的时候 她只能独自一人发呆 她渴望逃离这里 花花和富贵的交流 仅限于一日三餐 富贵会每天准时来送饭 心情烦闷的时候 也会欺负花花 花花已经记不清自己说过多少次 这样的侮辱了 但她是个哑巴 连呼救都做不到 只能对着河水发呆 她祈祷 哪天富贵死了 她自己就自由了 这一天 富贵的一个朋友 找上门来 原来这人有一个傻儿子 女孩都嫌弃他傻 所以二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媳妇 富贵的朋友 一直为这事发愁 她想着 至少让自己的傻儿子 到花花这里体验一下 钱给的比平时还要多 富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开船把朋友的傻儿子 送到了河中小屋 这个时候 花花正在睡觉 对傻儿子的到来 一无所知 傻儿子也不懂男女之事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躺在床上 睡得正香 她竟然也傻乎乎的 躺到床上 睡着了 花花醒来的时候 吓了一跳 但这一下午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花花没有想到 在这个傻儿子身上 她体会到了 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然而 这种安全感是短暂的 后来 富贵不满足 只赚附近村民的钱 开始带外地人上船 她现在已经不顾 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只想通过花花 快速赚钱 时间过得很快 大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富贵早就赚够了两万块 但她一直不肯放花花离开 因为这样躺着赚钱 真的太轻松了 况且花花也根本 没有反抗能力 富贵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这条邪恶的路上 走得越来越远 就这样 花花几乎成了一个赚钱估计 看不到逃离的希望 富贵以为花花不能生养 所以一直没有做防护措施 然后就在这一天 花花竟然出现了孕吐反应 没错 她怀孕了 也就是说 花花并不是不能生养 之前要不了孩子 完全是富贵的问题 富贵好面子 她这事被村里人知道 她隐瞒了下来 暗地里却对花花 变得越来越变本加厉 经常虐待她 无力反抗的花花 只能被迫忍受 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有时候她想着死掉 或许是种解脱吧 但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她还是想生出来 看一看 孩子也许是个希望 带着这样的期盼 花花继续坚持着 一天又一天 然后就在这天晚上 富贵又来了 她喝得醉醺醺 非要欺负花花 还不停的抱怨 为什么自己不能生孩子 花花终于忍无可忍了 她看着熟悉的富贵 想着肚子里的孩子 她决定发一次痕 她用床单紧紧捂住了富贵的脑袋 好像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了出来 富贵不能呼吸 加上醉酒 根本不是花花的对手 很快 富贵便因为窒息 死掉了 花花手忙脚乱的 从富贵裤兜里 找到了脚链的钥匙 她穿上唯一的红衣服 头也不回的 划船逃了出去 被囚禁了整整一年 此刻终于解放了 花花坐在岸边 崩溃大哭 而她自己也不知道 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看了这部电影 心情暂时莫名沉重 这种经历 看似离我们很遥远 但拐卖家庭暴力 这种事却时时在发生 遇到不公平待遇 请勇敢的站出来说不 反抗是唯一的出路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请勇敢的